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君,你跟我们介绍了这个楼盘有多漂亮 我也想问一下,如果我们现在香港朋友疫情期间过不了 他想买一个购买流程和带什么资料去搞这些东西 首先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香港的朋友首先针对港澳的客户 首先中山是限购 但是我们是每一个家庭,我们是限购一套 即是可以买一套 每个都可以买一套,以家庭为单位 当然小朋友满了18岁为之第二个家庭 譬如家里有小朋友满18岁,我可以买两套 OK,那就多生一个小朋友 当然我们这边认购的手组很简单 港澳的同事的朋友可以凭身份证和通行证 就可以办理认购的手组 如果自己过来的话 那落订要多少钱呢 落订金的话我们是给50万元就可以了 我们是没有其他乘客的费用 譬如电商团购 或者其他的代理费 或者是中介费用这些都是没有的 这是针对现场来的客户 即是出市身份证和通行证 给50万元的订金 是订金不是诚意金 这个订金的意思是一定的订金 不可以退 没得退 当然支付的方式是可以取现金 亦都可以刷微信支付宝 或者是刷处述银行卡 如果人在香港就会转账 这种是另外一种 譬如如果不能到现场的朋友 我们亦都接受委托刑购 首先你要在国内找个委托人 你自己在香港那边拿一张白纸 或者是写一段话 委托谁谁代我付款 买哪里哪里的单位 写了这份委托之后 就影印了身份证 还有持住身份证交委托书 一起拍张照 发给现场的消息 国内的朋友就可以受托来到现场 和我们当是正式的买卖 那就委托一位朋友 或者亲戚到现场 去帮他们进行现场的手续流程 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一些香港朋友 他想去自己网上转账过来 你寄回那份研究书 和几些资料给他签 可以吗 就不通过说中间有朋友 有亲戚 都可以的 都可以 OK 我们这件事就需要 大家有截图 或者是有微信 或者有沟通的截图 就是你自己提出这个要求 和开发商解释 我现在身处在香港 我需要办手续 要寄个营购书 那当然了 当然前提就是我们说的空转 就是空中转账 空中转账了 我们销售会提供一个对公的账号给你 然后你再把钱打入这个账户 那当然打入的钱 一定不能是信用卡 亦都不能是金融贷款的钱 更加不能是房屋底出来的钱 就自己的一个储蓄账 是 那你就空转5万元 然后我们就出营购书之后 就立即会去 以营购的方式 即是蓄贴的方式 蓄贴的方式 然后送过去香港 然后再寄回国内那里 OK 那接下来 除了办营购这一部分交定金 那首期我们是会 逾15天到30天的时间 去准备首期 嗯 那针对首期的话 我们是看回付款方式 因为付款方式它是会分全款 就是存款 还有按揭的 是 还有按揭 我们所谓的按揭 一般的话 如果按手筒 我们最多可以 跟银行借七成的钱 是 首期付三成 OK 譬如200万的楼 三成大概就是60万 给了5万的订金之后 剩下55万的余款 我们需要15天或1个月内 是 付清的 OK 1个月 反正就是全费的话 是 三成首期就7天内 15天内 是 OK 那1个月之内 就给剩下剩下的7成 是 就OK的了 是 如果是一次性 我到时网签又需要什么资料呢 那如果是做了按揭的情况下呢 那它就银行那方面呢 它是需要相关的按揭资料 是 譬如是 你那个香港的收入的证明 嗯 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是 粮单 税单 之类的 OK 那 同时的话 都是要提交身份证 和你的那个通行证的影印本 一定的 这两样 那如果可以提供到的 一个就是 结婚证这些 嗯 这个都是提供影印本 那如果说提供结婚证 那我了解到就是要 夫妻都要提供她自己的个人讯息 治疗 就是身份证与恶症这些就是夫妻的了 是 因为跟国内的一样的提交的都是差不多 因为呢 它就不需要捨保这部分的 它就是不需要捨保 它是需要提供的就是它的收入来源 收入证明 我们一般的银行 我们是做恒生的比较多 因为恒生但我们做的是国内的恒生 那现在手套的利率大概是5.05 5.05 那其实就都比大陆其他银行低的了 是比大陆的其他银行要低 但是呢 据我了解 当然香港那边如果本身自己有房屋的话 如果可以抵押或者以押的情况下 它的利率是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也都有绝大部分的香港朋友 是会选择这边是全款了 就是存款 然后再用香港那边进行以押 一笔钱就在这边 就在香港那边供过一笔借贷 那边的借贷利率低一点 那我都了解过 其实都是两厘三厘的 是 会便宜很多 嗯 那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是 而且那边来全赔 又不用说在这边有房屋 就是不用说每个月转过来 当然它做国内的恒生的话 现在恒生它是支持 就是在香港那边入港元 每个月全港元进去 那它是自动兑换人民币 ok 那都比较方便 其实都很方便的 除非的话 它都是选择我刚才说的 就是在香港压香港的楼 然后这边全赔 那是最简单的 ok 但前提到你的全赔 你的钱要及时回到 在开发商的对公账号 是一个月内 一个月内要付齐钱 所以看回自己手头上 可以动动的钱有多少 如果说动得多的 那便全赔 资料又较少 又可以快点搞定 如果说我想拿七八十万出来 就想买一场楼的话 就按揭 最主要是看有国内的银行卡 这项操作就比较简单 因为你有国内银行卡 你就可以随时去转 但如果你手头上持的香港卡 你就必须又要开国内的银行卡 如果是夫妻双方便不要紧 写老公的名字 老婆的卡都可以付钱 但如果产权上没有这个人 就不能用其他人的银行卡 一次性都不行? 不可以 一定要是本人的银行卡的钱 这些是不可以代付的 现在就讲一个大概的流程 到时如果真的有需要了解的香港朋友和客户 就可以私聊我们下方的电话 还有追踪我们的YouTube频道 到时都会继续升级最新的资料 还有单独会跟你讲更加详细的资料 你想了解什么都可以随时问我们 因为现在政策整天都会变 所以我们都根据实时的状况 好吗? 谢谢阿鸟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